我们这次办的活动啊 就是比如你家有养宠物 或者是你有养不一样 你喜欢动物的人都很适合来 那如果是带宠物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 有一个主人可以是半价入园的门票 为了创造主人和毛小孩的美好回忆 让民众一起来关怀认识动物 和平岛地植公园结合了 动保环保等多个单位 将在儿童节廉价4月4号到4月5号 举办一点串丰富的关怀认识动物活动 那我们活动非常多 比如说如果你是喜欢 你带宠物来的话 我们会有个宠物的闯关活动 然后还有限量的奖品可以来拿 那另外呢我们会有宠物的市集 那里面呢就会有卖很多 跟宠物相关的东西 那还有一个适得其所的展览 那这个巡回展呢 是第一次来到基隆 然后就很欢迎喜欢动物的人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和平岛地植公园呢 有全基隆唯一一个宠物水池 那他们是可以直接家具 而且平常来的时候 狗狗也不用收钱 然后呢而且游泳的时候 他们旁边就会有鱼 一起跟他们游泳 然后也欢迎主人 跟他们一起去玩 然后如果带狗狗出来玩 他就很担心 没有办法洗澡啊 不方便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都有冲林的设备 所以他们也都可以 很方便来玩 但是大家要记得 如果带宠物来玩的话 尽量可以帮他准备救生衣 宠物的救生衣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公园这边也有提供租借的服务 那另外呢我们也跟海洋大学的USR计划 合作一个鱼苗放流的活动 所以如果你喜欢海洋生物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来报名 我们的那个鱼苗放流的活动 那另外还有 这个潮尖奈生物的 这个浮游生物的探索啊 然后还有今天在河口丘 这边也可以看到赏鹰的活动 因为我们这边呢 是整个这个河滨岛公园 地质公园的最高点 所以呢老鹰呢 他其实就住在对面的那座山上 然后我们之前有记录过 其实最常出来玩的 就是我们基隆的那个 适鸟黑园会出来玩 然后之前也有记录过 凤头苍蝇 然后也记录过游准 有游准的夫妻在对面生小孩 所以这个地方呢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观赏的 那我们这一次是 呃猛情协会呢 他们会专门来这边 然后带着大家怎么观察 台湾的这些猛情 然后也是免费的活动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到 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报名 如果想了解怎么照顾特殊宠物 这次也有免费讲座 提供丰富的知识 那另外呢 我们有非常多的讲座 就是比如说如果大家 家里面有兴趣想要养蜥蜴啊 乌龟啊 特殊的宠物想要来养的话 你又可以来听我们的这个讲座 讲座内容就会告诉大家 你要养这种比较特别的异宠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总共有四场讲座 都是免费的 透过多元的展览 讲座 市集和体验活动 主办单位欢迎民众和宠物 一起来同乐 详细资讯与报名方式 可透过活动网站进行了解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